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颗金桔天天掉的特别多 今年和去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结的特别早 像前年的话就长得特别好 过年的时候才红 但去年和今年都是这个时候红的 只有1月份的时候 这个金桔还能吃一下 现在是特别酸的 这个的话之前是买的年级 种在这里 这棵树一年世界都有在结果 之前就结的稍微少一点 到了秋冬的话就结了多一些 有谁是专门养这些的 能说一下怎么养这个果 才能过年的时候结的比较多 现在每天都掉下来不少 这是两天的 昨天没有剪 今天来剪一下 之前掉下来的也是堆在这种里 现在这些也是倒下去 凹肥 发酱好之后都是用来放底肥的 要加这个义木 都可以筋 加过之后发酵快一点也不会长虫 红糖的话还可以加些红糖 加些桃米水的话也不容易长虫的 这是前段时间种的西洋菜 现在长得不错了 等它长到10厘米左右的话就可以加水 西洋菜是长在河边的 像送水稻一样种 它就可以长得更好更嫩 这边这个葱长得还可以 这两盆是厚种上去了 现在种菜也不是特别好种 天气太热了 虫子特别多 你看这个砧板 沾了多少虫子 基本上都是针锋来的 这里还有菜青虫 之前我是不敢用手桌的 种菜种多了 现在也敢用手桌 还有这个青菜叶边上 不知道是什么虫 这种虫子的话就没什么办法 看也看不到 没办法用手桌 这些种的是芥菜 之前我以为是大白菜来的 随着它长大也看是芥菜 经常给它松下土 就不会长草 这些之前也是加过到骨壳的 加过之后这个土是特别疏松 边上还长了一些西红柿的鸟 留几棵出来 主要是我之前种的西红柿又不行 待会带你们看一下 下面的叶子老是这样子黄 这个果子结的也是不太好 有些花都掉了 是不是就少肥料吗 你们种西红柿是怎么施肥的 我是没有一年西红柿 种的特别好的 都是每次挂过的时候 叶片就开始黄 弄了我以后都不想再种